在2023年的休赛期 华盛顿巫师队迎来了巨变 效力的接近11年的 Bradley Bill前往太阳队 紧接着球队又从勇士队 交易得到了Jordan Poole 自此巫师队迎来了全新的篇章 这支从1961年就存在的球队 曾经历过1978年的 唯一一次夺冠 还有Michael Jordan的复出 而在他们这不算辉煌的 接近60年的球队历史中 有一名情报员 曾带领这支球队 扛起了21世纪初的无师岁月 他是为数不多 在胡人主场和Kobe面前 砍下60分的男人 虽然是四轮秀出身 依然在两年内爆发 收获了进步最快球员奖 以及上亿合约 他是Jan Morant的背后模板 使了不让给儿子Browney 领先的投篮导师 以及在巅峰时期 拥有联盟数一数二的速度 和跳投的男人 1982年1月6号 Arenas出生于美国东南部 佛罗里达州的 著名海港城市坦帕 母亲在生下Arenas时 还只是一位未成年少女 她也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 1985年 母亲实在无力抚养三岁的Arenas 她辗转多地找到了孩子的生父 将抚养权拱手相让 这样的童年 注定了Arenas不会有朋友 她唯一的朋友就是篮球 她几乎天天将篮球带在身边 七岁时 Arenas可以熟练地 进行各种花式运球了 后来 父亲成为了一支 业余篮球队的教练 为了成绩和避嫌 老爸没有让自己的儿子 成为球队主力 这让Arenas十分不满 进而叛逆地选择了加入对手球队 后来 只要面对老爸顺利的球队 Arenas总会不由一力地带走胜利 这让他的老爸又尴尬又骄傲 Arenas就读格兰特高中后 教练对他青睐有加 教练甚至断言道 我确信 Gilbert Arenas将成为我 执教生涯中 第一位有希望进入NBA的球员 作为高中校罪的张家球星 Arenas一直梦想着 毕业后加入UCLA 但天不随人愿 UCLA为了等待 Carlos Buzer的决定 没有向Arenas发出邀请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加入了亚利桑那大学 虽然亚利桑那大学 给了Arenas一个机会 但他们最开始 并没有给Arenas提供篮球奖学金 但与此同时 有一名已经谈好的球员 因为毁约而没有报到 奖学军最后还是给到了Arenas 大一上半学期 Arenas17岁 代表球队处展34场 场均15.4分 4.1篮板 2.1助攻 他希望自己能够像 孝史传奇Mike Beebe一样 带领亚利桑那问顶NCWA冠军 到了大二赛季 Arenas更加勤奋 在36场比赛中 场均贡献16.2分 3.6篮板 2.3助攻 但在NCWA决赛中 面对多克大学时 亚利桑那未能卖过最后一道坎 遗憾落败 大学决赛之后 已经经历两年 大学篮球磨练的 19岁的Arenas 决定参加2001年的选秀大会 而在选秀之夜前夕 Arenas无比坚信 自己以后一定会成为篮球明星 所以当时还是大学生的他 提前向银行贷款 购买了一辆豪车和很多珠宝 Arenas认为 以自己的能力 首轮被选中是板上钉钉 他提前花掉了还未到账的薪水 可没想到的是 选秀那天对于Arenas来说 是一个痛苦的纪念日 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首轮 而是出现在了第二轮的首位 总榜单的第31顺位 这对于Arenas来说 不仅是对于他自信的打击 他能获得的薪水也减少了很多 为了偿还之前的贷款 Arenas在菜鸟赛季只能被迫 过上街衣所时的生活 媒体还对此进行了一番报道 Arenas的30万美元薪水 在他打第一场比赛之前 就已经花光了 在选秀大会上所受到的轻视 让Arenas很受伤 他把准备庆祝的贵重物品 全部扔了出去 他哭着打电话跟自己的教练说 相信我 最晚到赛季中期 我就能够打上首发 01-02赛季 Arenas代表选中他的勇士队 正式出赛 在适应了NBA的节奏之后 02年2月16号主场对阵马四 Arenas获得职业生涯中 第一次首发的机会 新秀赛季Arenas出战47场 其中30场先发 场均10.9分 2.8篮板 3.7助攻 三季后半程 太精显现出 在01届所有新秀中脱颖而出的趋势 二年级的Arenas代表球队 打满82场比赛 场均上场时间 从24.6分钟飙升至35分钟 数据也水涨船高 场均18.3分 4.7篮板 6.3助攻 Arenas也力压 Tony Parker等球员 荣获02-03赛季进步最快球员奖 Arenas也成为了 即93-94赛季 华盛顿子弹队的Don McLean之后 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 二年级球员 由于Arenas的出色表现 联盟中很多重建球队 都对他虎视眈眈 这场巧人大戏 于03年夏天 在荆州勇士与华盛顿务师之间上演 作为一名二轮秀 Arenas被勇士选中后 只得到了一份底薪合同 二年级华丽转身后 勇士自然不会放过他 对对他们不利的是 Arenas在03年夏天 成为了一名拥有早鸟权的 受限自由球员 按照当时劳资协议的规定 新州勇士最多 只能给Arenas开出一份 起薪为490万美元的 续约合同 而巫师队强人心切 直接给了一份 起薪为850万美元的 六年合同 勇士根本无法匹配 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 Arenas被巫师队 中金挖走 03年夏天 年鱼不惑的飞人乔丹 再一次宣布退役 巫师队选中了21岁的Arenas 成为球队支柱 03年11月6号 巫师主场迎战小牛 Arenas贡献了25分 12篮板实助攻的 职业生涯首个大三元 六天后对阵76人 Arenas与Iverson 上演了精彩的得分对标 全场比赛狂轰36分实助攻 但不走运的是 03年11月底 Arenas在训练中 拉伤了腿部肌肉 休战32场 03-04赛季 巫师仍旧排名倒数 但因为Arenas 球迷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04-05赛季 从腿伤中恢复的Arenas 迎来了彻底的爆发 场群25.5分 4.7篮板 5.1助攻 Arenas出勤了80场常规赛 也在本赛季首次入选了全明星 同时 那一年也是自1996年 华盛顿子弹队 改名为华盛顿巫师之后 球队首次闯入季后赛 但他们遗憾被 Wade O'Neill的热火淘汰 在2005年的最后一天 面对上赛季季后赛 把几方横扫的苦主热火 Arenas的复仇之火燃烧了整场 以66.8%的真实命中率 狂红47分 7篮板8助攻 06年2月25号 华盛顿主场迎战纽约 Arenas在30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16投13中 3分球10投7中 罚球14罚13中 狂赶47分 不仅帮助球队 以21分大胜对手 而血超越了Larry Bird 成为了联盟史上 出场时间30分钟以内 得分最高的球员 但如此优秀的Arenas 在06年的全明星周末上 没有受到特别多的重视 以顶替受伤的 小O'Neal的方式 进入全明星 获得9分钟出场时间 仅抗罚球得到1分 郁闷的全明星结束后 Arenas一头扎进了训练馆 他觉得观众 还没有认同他的实力 全明星赛后的第一周 Arenas展现了强烈的 证明自己的欲望 投篮命中率58.3% 3分命中率57.1% 场均35.3分 5.3助攻 蝉联了东部卓最佳球员 武师在Arenas的率领下 又一次以东部5号种子的身份 晋级季后赛 他们将与天选之子 LeBron James率领的 克里夫兰骑士一决高下 这轮系列赛 并未像双方常规赛的 战绩差距那样大 反而是异常胶着 系列赛G3 骑士依靠LeBron的突破上篮 凭借一己之力 绝杀巫师队 第四场末节 Arenas由如天神下凡 独得20分 将大比分搬平 接下来的第五场 LeBron再次上演绝杀 惊险拿下天王山 而到了至关重要的第六场 Arenas曾在常规时间 用一期超远3分搬平比分 但OT最后15秒的两次发球 被LeBron扰乱心神 最终惜败 巅峰期的Arenas 在06-07赛季 进入了常规赛MVP的讨论范畴 场均28.4分 4.6篮板 6助攻 2006年12月18号 Arenas在Kobe的领地 狂侃职业生涯最高的60分 成为了其1966年的张伯伦后 第一位在胡人主场 拿到60家的客场球员 五天后 Arenas又单场54分 击败太阳 导致了凤凰城的15连胜 戛然而至 07年4月5号 06-07赛季收官阶段 巫师主场迎战山猫 Arenas开场不到两分钟 便被猫王Wallis撞伤了左膝 赛后 他被诊断为左膝半月板撕裂 需要立即接受手术 赛季报销 这次突如其来的变故 季后赛首轮他们又一次遭遇趋势 相比一年前的胶着 失去主将的巫师被轻松红扫 Arenas在07年夏天进行了常规训练 并赶上了新赛季的激情赛 然而后景不长 膝盖的持续不适 让Arenas只打了八场常规赛 就高挂冕战牌 不得已 Arenas又进行了第二次左膝手术 这次手术让他确诊66场 07-08赛季 巫师以东部第五的成绩 停进季后赛 常规赛尾声阶段 Arenas再次复出 但这次复出并没有给他个人和球队 带来太多正面的影响 Arenas场均贡献14.6分 3.2篮板 3.8助攻 球队六场比赛全部遗憾高负 当然Arenas颇为享受的是 即使在生病缠身的情况下 巫师在2008年修赛期 仍然毫不犹豫地送上一份 6年1.1亿美元的超级合同 原本巫师最初提供的是 一份6年1.27亿的顶星续约合同 但为了给球队的补强留出空间 Arenas选择自降1600万 然巫师成功续约了Antoine Jameson 10月后不久 Arenas接受了第三次左膝手术 这次是为了清除左膝内残留的碎骨 两年的伤病恢复日行月异 巫师队从一支季后赛球队 变成了一支云南球队 教练在08-09赛季开季11场 仅仅取得一胜之后黯然下课 而巫师整个赛季也只拿到了19场胜利 09年夏天 Arenas正式满血回归 但他怎么也预料不到 这个赛季成了自己的转折之年 09年12月19号 巫师客场打完与太阳的比赛后 在回程的飞机上 大家的心情都不太好 球员Kriton在和队友的排局中 已经输了1100美元 输球又输全的Kriton心情差到了极点 而当Arenas看到这一切后 火上浇油的一边冷嘲热讽 一边想要加入排局 气氛逐渐诡异 Kriton对Arenas的嘴炮浑身不自在 球员们发现两人的语调都升高了8度 先是Arenas呛道 我会点找你的车 然后找个灭火器再把你弄出来 Kriton则回应道 好吧 那我会一发打穿你的左膝 而左膝是Arenas一直动手术的地方 很显然他被这句话彻底激怒了 然后回嘴道 好啊老兄 我会把那东西给你带来 09年12月21号上午 巫师全队正在备战主场与76人的比赛 Arenas衣着黑色大衣来到球馆 走进更衣室后 他静止走向了Kriton 从大衣里拿出了四把 放在椅子上 然后说 悬一把把 Kriton问道 你这是干嘛 Arenas说 你不是要射穿我的膝盖吗 我帮你省点时间 Kriton反应过来后 随手拿起其中一只丢在了地板上 呛声道 我不需要 我自己有 随后从衣柜里拿出了一把左轮 并且还上了糖 Arenas这才知道 眼前这个小子是个狠角色 Arenas主动引起队友的注意 你们看你们看 看看这把亮晶晶的小家伙 队友们纷纷离开了更衣室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Arenas主动停止了 自己挑起的纠纷 巫师对管理层立即做出了反应 一方面控制了Arenas和Kriton的武器 另一方面 请求警方协助 对两人的住所进行了搜查 并向NBA报告的事件的全部过程 谁知Arenas既吃不计打 2010年1月6号 巫师客场挑战76人 赛前采访中 Arenas肆无忌惮地 评论着当时的NBA掌门人David Stone 并在比赛开始前的热身活动中 边跳舞 并用双手的食指和拇指 比出了不应当的手势 这不理智的行为彻底激怒Stone 在Arenas28岁生日当天 联盟决定对其无限期竞赛 并以Arenas所持的枪支 无执照为理由 交由警方处理 在一周后 法院判决Arenas 非法持有无照枪支罪名成立 减近6个月 但因其表象良好 主动配合警方调查 而还期执行 因为这次社会事件 09-10赛季的Arenas 在参加了32场比赛之后 缺席了赛区剩余的全部比赛 再次失去核心的巫师队 有战略性的放弃赛季 打出了26胜的 全联盟倒数第四战绩 他们时隔9年 又一次获得了重元签 在2010年6月24号 巫师用重元签选中了张握 2010-11赛季开始前 Arenas将一个全新的形象试人 他更换了自己的球衣号码 将0号换成了9号 他专着9号球衣 代表巫师打了21场比赛 2010年12月16号 圣诞节前夕 巫师队开启重建 Arenas甚至没有收拾行李 只带了一双球鞋 就坐上了飞往奥兰多的飞机 来到奥兰多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 可以肆无忌惮 持球担打 拥有无限开火拳的全明星球员 甚至已经不再是一名先发球员 他时常干一些 为队友掩护和跑位的工作 这对于一名曾经的 全明星球员来说 颇为艰难 突如其来的转型 让他的精神状态 随着伤病一起萎靡 失去了对比赛的热情 随后 他从灰熊流浪到了上海大鲨鱼 2013年11月 迅速陨落的零号情报特工 正式向外界宣布 告别职业赛场 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篮球生涯 他留在巫师球迷心中 又在斯泰普斯中心 面对Kobe 砍下60分 与LeBron在季后赛的焦灼转意 以及让人哭笑不得的 热怒斯德恩事件 No.0 from Washington Wizards Gilbert Arenas